好地下艺术空间在国议会赞助之下 浮光隐藏摄影书系列展今年迈入第七届 再次邀请到绘本研究收藏家淑宜珍 担任了策展人 策办没有画的绘本展 超过60册五大主题的摄影绘本 即日起展出到5月1号 廉价期间不妨大家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提到绘本多数人会联想到图画 内容简单也尝试艺术家呈现自我的另一个方式 而以照片为形式的绘本 则又为绘本赋予不同的故事性艺术性和文学性 好地下艺术空间在国议会赞助下 第七届的浮光隐藏摄影书系列展 这次邀请绘本收藏家舒逸珍带来没有画的绘本展 那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 没有画的绘本要怎么当做绘本呢 所以这次绘本的主题其实都是用照片 就是我们的摄影绘本来当做这一次的主题 那我们在台湾其实非常非常少看到 就是摄影的绘本 那所以我这边介绍的呢 都是以国外的摄影的绘本为主 那非常希望可以大家就是 而且呈现的方式也都非常的特别 那希望大家可以借由就是 欣赏这些国外的摄影的绘本 然后了解说 其实绘本它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它可以不只是用插画 那我们可以用照片来呈现 然后是同一个主题 然后我们原来用摄影绘本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不同的一个变化 树一针这次精选60多册 在台湾少见的摄影绘本 适合所有年龄层 展览分五大主题 有高艺术性 人像及人体 物件 自然 摄影与混合媒材的摄影绘本 内容多元 4月16日 还将举办摄影绘本工作坊 带领学员从绘本延伸到日常 寻找摄影绘本的主题 及其展出至5月1日 喜欢朝阳图像树海的民众 不要错过 记得蒋帮燕 华林士报导